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总统拜登近期公布了他所提出的2025年全面预算案 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党派提案 其中包括对富人和企业增税的措施 白宫概述的7.266万亿元预算案是在拜登本周前往战场周进行竞选活动之际提出的 基于上周国情资文演讲中提出的政策愿景 拜登誓言要帮助中产阶级 并试图与国会共和党人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形成对比 拜登呼吁在未来十年内削减3万亿元的赤字 同时加大力度提高企业税率 对亿万富翁征收最低税 将股票回购税提高三倍等多项措施 白宫官员在公布拜登的最新预算案时 把矛头对准了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 同时强调拜登把降低工薪家庭的成本作为经济的首要任务 白宫表示 该预算包含了旨在打击富人骗税的措施 针对的是川普2017年签署的税收计划的部分内容 该预算还支持延长对收入低于40万元的美国人的减税 但要进行额外的改革 拜登政府想在十年内增加2.1万亿元的企业税 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将公司的税率从21%提高到28%达成的 同时也要吸收更多的外国收入 官员们估计 拜登提出的亿万富翁税 则将对包括资本利得在内的所有收入 征收25%的最低税率 这将带来另外5000亿元的收入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我的预算还对儿童保育和教育进行了关键投资 这样美国的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们需要茁壮成长 根据白宫的一份简报 在拜登的计划下 父母将获得更多的儿童税收抵免 3900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减税额将达到2600元 在承认住房成本过高的同时 拜登还希望花费2580亿元 建造或保留200多万套连租房 这是扩大住房库存的几个计划之一 他还提出了增加住房拥有率的激励措施 包括在2025年向卖家提供1万元的税收抵免 然后向首次购房者提供每月400元的税收抵免 以帮助他们偿还抵押贷款 白宫也一直坚定地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健保体系 而前总统川普周一暗示 可以通过削减福利方面的支出降低赤字 对此拜登迅速在X上发帖回应称 在我任内不行 根据最新消息 科学家们在温哥华岛附近探测到了每小时发生地震200多次 并预计海底将会喷发热岩浆 预计这次大温附近太平洋海底喷发产生的破裂深度约为5公里 地点距离BC度假圣地托菲诺海岸260公里 喷发的会是热岩浆 加拿大海洋网络的高级科学家马丁·谢尔瓦斯表示 岩浆的温度估计约为800摄氏度 但当它接触到海水时会迅速冷却 几乎是流动的岩石将从海底出来凝固并迅速变黑 热量会导致周围的水发出嘶嘶声 好在的是 这一次深海岩浆喷发距离大温陆地较远 且规模小 人们不需要过于担心 喷发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发生 从一个小时200多次的地震到深海岩浆爆发 温哥华岛附近的这一活动 已经引起了本地科学家们的关注 大家各有各自的观察点 但对于生活在大温地区的居民而言 稍微有一点地震火山的风吹草动 都足够令人心惊胆战 冰岛火山爆发之后 全球似乎就进入了一个火山爆发活跃期 菲律宾两大火山此起彼伏地喷发 日本更是直接爆出一座新岛屿 就连北美人最爱去墨西哥首都附近也火山爆发 两个机场受到波及 飞机被火山灰覆盖飞步了 航班取消 仔细一看地图 基本都是火环地带 加拿大 BC虽然位于火环 但大家对于地震的忧虑更大 每每发生地震 都会关注海啸警报 前两年汤家火山爆发 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都被波及 离火山口万里之遥的日本 美国加州等沿海均出现了一米以上海啸 BC也拉响海啸警报 但事实上 温哥华周边海域就有五个以上的海底火山 处于活跃状态 一旦大爆发 海啸不可避免 科学家表示 哪怕是本地突发八级地震 造成海底火山一起喷发 沿海居民唯一的需要担心还是海啸 也就是说 如果类似情况出现在BC 居民第一时间要做的 就是远离海岸线 特朗普又赢了 据统计目前他已经赢得了22个州共和党初选 包括加州 内华达州 科罗拉多州 密苏里州 密歇根州 南卡罗来纳州等等特朗普在党内竞争中占主导地位 并且支持率排名第二的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尼提·黑雷 也在3月6号退出了竞选 除非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特朗普显然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竞选者提名 如果特朗普能够获得提名 并赢得预定于11月5日举行的选举 他将成为美国当代历史上第一位在执政后输掉一场选举 然后再次回到白宫的美国总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提出并执行了很多对留学生不利的法案 比如 暂时禁止部分留学生 研究人员入境总统公告 声称是维护技术安全和知识产权为目的 将限制部分军民融合战略留学生 研究人员进入美国 还发布了史上最严HEB规则 每年HEB名额 将从完全随机改为按薪资等级由高到低的分配制 这说明就是说你在美国必须得拿到大厂高工资的offer 才有机会留在美国 剩下的普通工作者想都不要想 不过还好 这个提案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就被撤销了 但是不能排除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这个提案会不会卷土重来 更夸张的是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HEB的拒绝率飙升至24% 2023财年的拒绝率是3.4% 导致许多学生不得不放弃在美国的工作机会 重新规划未来 这些规定已经宣布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幸运的是 法案为最终实施 拜登上任后多次强调 他将致力于推进利于留学生的政策 在任期内不断强化强化美国的核心价值 但如果年底的大选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势必将会重启这项HEB规则 那最终遭殃的将会是来自全球各地的留学生了 致力的南美航空公司Lytum Airlines 一架澳洲悉尼飞往新西兰奥克兰 编号为LA-800的航班 在香港时间3日11日早上11时 因技术问题剧烈摇晃 24人受伤 纽西兰救护车服务称客机降落后 救护员治疗过50名伤者 一人伤势严重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RNZ引述一名女客说 她经历一次快速的小急降 她说 我曾是一名空姐 这是我第一次 遇上这样的情况 整架飞机都冻结了 从飞机航班追踪服务的页面可见 飞机出现问的时间点 另一位乘客瓦伦丁娜表示 飞机在距离奥克兰上有约50分钟航程时停了下来 她说 人们飞来飞去 一切都非常可怕 天花板上有血 人们飞走 飞机的天花板被打破 Valentina说她非常害怕再乘飞机 她说她受了轻伤 但已接受治疗 情况良好 部门称有13名伤者送院 南美航空称 其中三名伤者是机组人员 报道引述乘客称 当时飞机突然静止 并在半空中小幅急坠 报道称设施航班为LA800 根据航班追踪服务Flightware资料 该航班由波音7879梦幻客机直飞 南美航空向该报称飞机如期降落在奥克兰机场 由于这一事件 一些乘客和机组人员受到了影响 他们立即得到援助 并根据需要在机场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或治疗 波音和LATEM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如果俄罗斯的国家地位 主权或独立受到威胁 俄罗斯将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 希望美国不要采取可能引发和冲突的行动 普京的声明是在本周总统选举之前 对西方的又一次直言不讳的警告 他几乎肯定会赢得下一个六年任期 普京在周三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 总统拜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他完全了解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危险 普京说他不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核战争 但他强调 俄罗斯的核力量已做好充分准备 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 我们做好了准备 普京说 根据俄罗斯的安全原则 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国家的存在 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普京多次谈到他准备使用核武器 最近一次这样的威胁出现在他上个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 当时他警告西方 进一步介入乌克兰的战斗可能会引发核战争 在接受采访时 当被问及他是否考虑过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核武器时 普京回答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还表示 相信莫斯科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目标 并为谈判敞开大门 他强调 俄罗斯将坚守住自己的成果 并将寻求西方的坚定保证 他说 这不应该是让敌人重新武装起来的机会 而应该是一次涉及保障俄罗斯联邦安全的严肃谈判 普京说 最近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的袭击激增 旨在破坏该国为期三天的总统选举 俄罗斯大选将于周五开始 预计普京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而乌克兰报告称 俄罗斯周三继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包括在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谢尔盖莱萨克说 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每天都遭受类似的袭击 乌克兰每天都因为俄罗斯的邪恶行为而失去民众